由观光传播局所筹划推出的英雄初少年方寸天地特展 从即日起到11月2号在北投媒庭展出 而本次的特展邀请到国内20位的杰出青年转科家 将余佑任先生诗词摘录成文具转科成印 也欢迎民众踊跃参观 为彰显余佑任先生在艺术文化上的非凡成就 观光传播局特别在幼老的故居 北投媒庭举办英雄初少年方寸天地展 邀请到20位的青年转科家 摘录余佑任先生诗词专科成印 让民众欣赏到转科之美 20位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的转科家 用他们优异的转科技术 把我们余佑任余佑老的诗词 我适切地把它摘录下来 然后把它转科成印 然后把转科诗词跟书法融成一体 然后做一个完美的诠释 20位年轻的转科家年龄都在35岁以下 对于这回能在北投媒庭举办展览 都觉得余佑荣烟 也在艺术上表现出过去与年轻新世代艺术融合的体现 我在想的这次主办单位用心良苦 就是说把年轻人们集结起来 而且交付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非常可以说是兼具的任务 因为我们不能在余佑老面前丢脸 压力也是这个庞大 所以呢在这个这样的一些机缘巧合之中 我们办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媒庭的英雄出少年的战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 英雄出少年方寸天地特展 会场除了展出20幅的作品之外 也将原石印科展示出来 展期将从即日起持续到11月2号 对于转科艺术有兴趣的民众可到场参观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